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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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早安 我是路蒋 大家有沒有覺得今天背景非常不一樣 其實我跟文當現在人來到了日本的新西縣 仁仁仁仁仁 我們今天要開始三天兩夜旅行 那因為我跟文當前一天已經先來新住店住飯店了 所以今天我們是在飯店的早餐開場 我們這次住的飯店是Yuzawa Grand Hotel 我覺得他們的早餐還滿豐富的 然後是自住的省事 早餐可以吃好大三麵包超幸福的 字幕志愿者 很多東西都拿出來 我們要吃很多東西 我們要去旅行遊玩 開動 開動 吃完早餐讓我們正式開始這次旅程吧 那首先第一站我們來到非常非常知名的青金霞西谷隧道 哇 超級自然的耶 超級自然的耶 給大家看一下這裡的河 只能聽到這聲音就很癒癒 真的嗎? 好像在早餐的早餐中 我們兩個現在真的覺得超舒服的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青金霞西谷隧道 那一進來他們這裡有非常多的傳單 傳單有各式各樣的語言 像我現在手上拿的就是繁體中文版 那剛才有聽他們的負責人說這裡觀光非常的有名 果然觀光有名的地方在這方面就很貼心 我們到青金霞隧道的底部了 我們這裡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耶 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在Instagram上面上傳這個景點 終於來了 哇 好漂亮喔 大家看上這個山景 直接印在水面上 好美喔 等一下 還沒進去 那他們要走到拍照的那個地方呢 下面這裡都是水 大家看 這個水波紋 超美的 好舒服喔 然後走到拍照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眼前的這片美景 哇 簡直是仙境 大家看到這裡的照片有多美 大家看到這裡的照片有多美 他們說呢這裡八點半開門 只要一開門就會全部的人衝進來 因為真的排隊排很長的關係 建議大家早一點來 好漂亮喔 對 那這裡整個隧道非常的長 在前往我們剛才拍照的地方 之前呢也有很多像這樣子的小景點可以拍照 這斜的模型很漂亮 真的嗎 這斜的模型很漂亮 但是這裡呢 還有我們文當今天是藝術家 還有我們文當今天是藝術家 這裡是渓谷的看見的廁所 這個部分是中間是丸看見的 很厲害 這個廁所的廁所 很漂亮 這個廁所的廁所 喔 帰給了Ru-chan Ru-chan Ru-chan也在這個景色 那我帶大家進來看一下他們的廁所 那我帶大家進來看一下他們的廁所 剛剛文當外面看的時候 都是完全看不到裡面的 但是從裡面看 可以把外面看得非常的清楚 可以在這裡邊上廁所邊欣賞美景 我們今天的午餐要在這裡吃 哇 好時髦的建築喔 這個是他們的午餐menu 種類非常的多 聽說這一家咖啡廳超級有名 一定都要很早來吃 那他們是11點開 我們就預約11點就來吃了 我們文當點的定食來了 哇 看起來超好吃 這點的菜色呢 有馬鈴薯沙拉 還有豬肉 還有南鰻魚 跟炸雞 還有一些日本傳統的主物 然後我的也來了 我的也好豪華 文當有五樣小菜 我的總共有七樣小菜 那我們現在吃看它的豬肉 嗯 好嫩喔 吃得到一點筋的感覺 可是不是很難咬那種筋 反而是吃起來會增加它的口感 好好吃喔 我真的完全不脂肋 咬到雞也要紅粉一點 那接下來我來吃看它的炸雞 我覺得它的炸雞應該是油零劑 感覺本身就有調味了 它調味好好吃喔 而且它雞肉吃起來好嫩 那個醬汁又收得很好 我們兩個的飲料也來了 它的飲料也好無誇 超漂亮的 來喝它的飲料 好好喝喔 這家店好棒喔 現在這個寶藏店 大家看它的味噌湯的料 這個有多誇張 有南瓜 又有豆腐 還有這種菇類 好健康喔 這家餐廳 這個店很棒 吃完午餐正式開始我們的深度旅遊 那第一天帶大家來到的是 月後七遊舉辦的大地藝術季 大地藝術季自從西元2000年開始 每三年一次會在月後七遊舉辦 是世界最大型的國際戶外藝術季 那首先我們先來到 月後七遊里山現代美術館 Mone 那建築物本身誕生於2003年 在2012年經重新整修後 作為現代藝術的美術館對外開放 那建築設計大家可以看到 水盤倒映著美術館跟天空的倒影 形成非常不可思議的幻象世界 本體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那館內展示了多位新銳現代藝術家的作品 還有許多互動設施 那也經常舉辦許多活動和企劃 非常適合約會還有家族旅行 我們現在來到了土室車站 他們這裡居然有幾米的作品 真的是我們台灣之光 哇!裡面好可愛喔! 很可愛! 一枚只能放一枚 嗯! 啊可愛的犬 啊可愛的 可愛可愛 好可愛 好煩 我們的台灣之光幾米 好可愛 整個大地藝術季可以鑑賞的作品非常多 除了剛才給大家看到的幾米之外 還有各個國家藝術家的作品也在這裡展出 當地人說大地藝術季的理念是 人類就在自然中 以地方在高為目標 將藝術作為橋樑 農田作為舞台 聯繫人與自然 從政在現代化過程中 日益摔腿老化農業地區 整個觀賞過程真的非常的開心 也對於這塊土地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個人非常的推薦大家來 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叫做Hotel Berlatio 聽說是他們這裡非常非常有名的度假飯店 哇!他們大廳這裡超漂亮的 這裡好像平常也會舉辦一些婚禮之類的 我們現在要進到我們今天的房間 我們今天要住的是214號房 好啦 好期待 哇! 那房間好大喔 而且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陽室之外 左邊還有和室 超大超漂亮的耶 大家看他們船旁邊這裡超貼心的 還有如果腳痠痛的話可以拿來貼腳跟貼肩膀放鬆的東西 然後還有可以放鬆腳的 我今天要用看 大家看我現在坐在床上的景色 超漂亮的 好放鬆喔這家飯店 我們來看晚餐 聽說他們這裡的自助餐也超厲害的 我們來看晚餐 一進來的是沙拉吧 這裡的小番茄看起來好新鮮喔 他們這裡的蔬菜非常的多元 大家看超多的 哇!又是小番茄 不講健康的為了呢 不要! 沒有不要! 哇!真的這裡水果也好多 而且居然有芒果喔 會搶芒果 大好 好啦!Ru-chan來吧! 大家用我最愛的生魚片 而且看起來超好吃 動了! Darang! 哇!超好吃的 而且還有甘茄 這個是文當今天要幫我剝喔 對 謝謝 主食也好豐富 有義大利麵 跟千層麵 烤魚 還有上海炒麵 哇!這是我最愛的東西 對!文當等一下要吃這個 然後這邊還有奶油炒雞肉 你最愛的耶,Bicini 超愛 各位進入我們的飲茶區 大家看 他們這一籠裡面有這麼多港店 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他們這裡的餃子好特別 好大顆喔 還有エビマヨ 還有這個是黑色的餃子 超酷的 首先呢 豆腐和醬汁 嗯哼 超好吃的耶 還有天婦羅 真的覺得太厲害了 這裡還有壽司師傅 不會現捏壽司可以吃 有非常多料可以選擇 哇!甜點的種類也超多 而且他們甜點都在這裡現做的 好厲害 看起來超好吃 我要瘋掉了 所以他們這家飯店 其實非常友善 有小朋友的客人 像吃飯的地方 還有特別準備區 是給小朋友吃的 這是我拿的第一盤 我想說第一盤 先拿比較多冷食 之後再來吃主餐 還拿了烤牛肉 乾杯 乾杯 好好吃 品質好好 我覺得他們這家製作餐 真的太厲害了 每一道都非常的精緻 大家看他們的甜蝦 都有這個綠綠的部分 然後他們所有綠綠的部分 代表這個蝦子 是非常非常新鮮的 好吃 超好吃 我現在的目標是 再把他們全部走在那裡吃一遍 然後他們早餐也很美味 所以他們早餐好像是有獲獎的 晚餐這麼好吃 完全沒辦法想像早餐會是怎樣 期待 很美味 好吃 什麼 大家好 我們兩個現在已經泡完早回來了 他們大浴場很舒服耶 露天風呂がすごいね 気持ちよかったの 我一番嬉しかったのが シャンプーバー よかったね そうなんかね 自分の好きなものを選べるの 決めが細かくなりますとか 色々説明が決まって どれ選んでいいのか分からない人も この説明を見ればいいみたいな でも市販ではないものなので 結構珍しくて楽しかった 今日正式結束我們兩個星期第一天 明天還有第二天 要跟大家說晚安 拜拜 明天見 拜拜 大家早安 早安 我跟文章現在去吃他們非常厲害的早餐了 超喜歡早餐這種很自然悠閒的感覺 早餐跟昨天晚上一樣都在同一個地方吃 早餐有提供各式各樣的麵包 還有很多甜點 料理の値段と全然違 尺寸がちっちゃいね 食べやすい ね 早餐要走 還有各式各樣口味的泡芙 有香草、巧克力、草莓還有抹茶 然後這個可頌是他們飯店自己做的 昨天飯店的負責人一直跟我們說 這個非常好吃一定要吃 然後這道餐點也是他們這裡非常有名得過獎的 然後還有燒賣 我超愛吃早餐的燒賣 還有日式早餐一定要吃的玉子燒跟烤魚 烤魚有兩種種類 他們這裡早上還有生姜醬油拉麵 還有綜花都可以吃 昨天烤牛肉的地方是現做歐姆蛋 這是我的第一輪 早餐可以吃飽飽 真是太幸福了 すごいね 摩った瞬間にわかるこのサクサク 哇 サクサク 它完全沒有加任何醬油非常好吃 哇 他們香菇還有蟹肉的飯糰 真是好吃 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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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喝喔這個 它是甜度比較高的 很像那種穀物的飲料 我的咖嚕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叫做薩托亞的咖啡廳 我們點了他們這裡很有名的薩托亞年輪蛋糕 還有巴海鮮年輪蛋糕 它兩個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兩個都可以點點看 來吃吃看不同的口感 今天的午餐呢 我們要去吃一家叫做ドマクッキング的店 聽說是一家非常非常有趣又很親切的店 超級期待的 他們這裡的特色就是可以和當地的老奶奶一起做今天要吃的飯 -你還要去的奶奶? -嗯嗯嗯嗯 -所以講了一杯咖啡了? -一杯咖啡了 哈哈哈哈 因為會吃一大堆文獎怕他吃不下 而且超土里在消耗了卡路里 -哇 -很棒耶富階 我也來拍一下我們文獎做這個好可愛喔 -motiv 呵呵呵 讚 嗯 多吃? 哇 這是剛才奶奶拿來給我們一人分餐點 超級豐盛 好豪華喔 哇 料好多 超豐富的 大家看他的料多誇張 每一道料理真的都超級精緻 其實來旅遊啊 可以吃這種比較特別的 當地人直接交流的料理真的也是很不錯的 我們點了一份香腸 還有烤薄餅 然後大家看這裡整個烤肉的景色超漂亮的 烤雞三明治也看起來超好吃 他們這裡就是可以邊看景色邊吃這些東西 剛才有問星系縣的人他們就說 夏天的話很多當地人都在這裡邊吃東西邊聊天約會 超級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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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要幫我弄指甲 他說指甲也是花魁攝影 非常重要的一環 真是很漂亮的 我幫你弄這個 我幫你弄這個 哇 大人才認得出來這個人是我嗎 很開心 Ru也應該很驚訝 大家早安 我現在來到了飯店最高樓 31樓 他們這裡有個很大的展望台 這個展望台可以直接看到星系市井裡面的全貌 參觀完展望台之後 我來到金代絲酒造建學 星系縣的日本清酒非常的有名 那金代絲酒造更是有200多年的歷史 可以在這裡參觀清酒的製作過程 與購買酒造商品和飾飲 喜歡日本酒的朋友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喜歡這裡 大家看 他們這裡還有500日圓的扭蛋機 超酷的 來囉 哇 來這裡也可以享受一下扭蛋 欸咻 是白色的小盤子 它馬上會依照顏色 那這一次我扭蛋扭到的是白色 所以可以拿到乾酒 哇 我運氣超好的 竟然剛好扭到我想要的 都完全沒有性格喔 大家 我已經坐在這裡 坐了大概有20分鐘了吧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其實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的這個點 可以感受日本以前的歷史 還有以前的人生活方式 那個松樹超漂亮的 那午餐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地方 叫做Pia Banda 他們這裡有非常多店 都集結在這裡 還蠻有趣的 而且客人超多 他們的二樓這裡也有烤肉 可以邊吃烤肉 邊看這裡的風景 那我們今天午餐要吃的是這家港食堂 我們點的丼飯都已經來了 首先是我的南蠻田蝦丼 大家看整碗滿滿的田蝦 看起來超好吃 然後其他人點的是 螃蟹鮭魚軟凍 還有生魚片定食 大家看它的田蝦有多大隻 這裡看得到超甜的 完全沒失望 超好吃 我們來另外點了牡蠣吃 真的是海鮮全餐 大家看它的牡蠣有多大顆 很厲害 這是我的手機 這個牡蠣一定超多隻的 這個牡蠣超鮮嫩多隻 它像一公斤才1650元 很便宜欸 而且它的海鮮味好濃 完全不腥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站 是星系車站裡面的Pong Shugang 它這裡還蠻酷的是 只要付500日元就可以拿到硬幣 那硬幣呢 可以投入自己想要喝的酒 上面有寫每一種酒喝起來的口感 都是手寫的 超可愛的 大家想看這61號的酒 它要投兩個硬幣就可以喝 旁邊64號的酒是投一個硬幣就可以喝 然後他們這個吧台呢 還有比較特別的酒類 要跟他們的店員講還可以喝的 這一次我也有點一杯錦鯉 錦鯉一杯呢 要五個代幣 那這個好清爽喔 嗨 大家 我現在已經準備要回東京了 這一次真的玩得超開心的 我上一次來星系的時候 只有去過土地步島 這一次來呢 發現星系除了總部島之外 還有非常多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對哪個地方最有興趣呢 都可以來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謝謝大家看我這次的星系旅行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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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